今天来了一辆这个老款的奥迪A8 这个车呢跑了差不多18万公里了 然后这车也有十几年了 它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无钥匙启动不行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底盘有异响 响得非常严重 第三个就是仪表盘上面有故障灯 就是故障灯啊 就是这三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啊 跟小徐来看一下 看看这次维修需要花费多少钱 好吧 故障灯就是这个啊 看到没有这里 这个是刹车片的 这个是胎压的 刹车片和胎压 给你们听一下它的异响的声音啊 听到没有 特别特别的响 看到它这个无钥匙启动 按下去是不行的 按下去就显示不能识别钥匙 看到没有 不能识别钥匙 必须要从这里 你看这个钥匙多丑 这是奥迪A8的 要从这里插进去 才能打着火 就是这个问题啊 看一下这个无钥匙 这个有没有故障码啊 自动信号灯开关 控制单元电路电器故障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保险丝烧掉了 这个有可能是 刹车开关有问题 马上再看一下那个 仪表上面几个故障灯 什么意思 轮胎压力传感器无信号 再看一下大灯有什么问题 摆动模块位置传感器右侧 不可信信号 这个有可能是 右前方的那个 下摆壁上面 有一个高度传感器出现的问题 等会儿给它检查一下 下摆壁上面 下摆壁上面 这个里面产生了异响 这两根摆壁 这个球头 现在已经把这个摆壁换好了 两根新的 没办法 这个球头不能单独换 有一些车像奥迪克5或者A4的 它这个球头有些可以单独更换的 这个没办法 只能更换总成 但是这个胶道 再来我再打算 再来我再打算 是一本篇 这可以 我再打算 再来我再打算 那边 这就像我一样 你最后来 我再打算 那边 最后来 我再打算 那边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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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问题的原因 第一个异响 大家都看到了 是底盘右前方有两个下支臂 那个球头磨损了 矿了 然后就会产生异响 然后换两个摆币 这个异响就搞定了 然后他无钥匙打火 那个呢 问题也给他检查出来了 是他的无钥匙启动的电脑板损坏了 但是那个电脑板呢 一般情况下 是可以拿出去修好的 但是这个不敢保证 百分之百能修好 换新的肯定能搞定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车嘛 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建议车主去修 因为那个费用太高了 其实只要他能用钥匙打着火 也无所谓了 对吧 这个车也没必要 非得用无钥匙启动 这个问题就不修了 然后他仪表上面有三个故障灯 有一个就是刹车片的 就是给他更换了前面的刹车片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故障灯就是 他有一个大灯高度的故障码 那个故障码是因为大灯 也是啊就是右前方大灯里面有一个就是大灯随动转向的一个调节传感器吧 那个传感器失效了 但是要换那个传感器呢 又没有丹麦的而且很麻烦 也是不建议他修了 修肯定是能修的好 但是他修起来费用太高了 没必要 还有一个故障码是胎压的问题 胎压呢就是因为他右后方有一个胎压传感器 时间久了 可能是传感器里面没有电了 就是没有信号发出 需要换一个胎压传感器 但是一个胎压传感器啊 一千块 还要从德国进口 算了不修了 只要他胎压是正常的就行 基本上他这个电路上面的问题啊 就没办法修了 太贵了啊 因为这个车全铝车身啊 随便换哪个地方 都修不起 真的费用太高了 然后他只是把影响驾驶的这一块给修了 其余的都不管了 真的 我自己都修起来心疼 动不动就是几千几千的修 其实我们修理厂根本就没赚什么钱 但是这个配件确实是太贵了 而且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说 副厂件能代替的 没有啊 真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 买这个 豪车 是吧 买这个豪车 你买得起真的是修不起 这个A8现在12年了 十几万公里 现在最多也就值十万块钱 这车现在最多也就值十万块钱 你买得起是真的是修不起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下徐四平的麻烦点个赞加关注啊 感谢大家 有车子的问题随时私信我啊 或者留言都可以 拜拜 拜拜